李治随,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一篇,1949年至1957年,二十,专列的使停,仍以毛的作息时间为转移,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 我问王靖先为什么指出来这么几个人,他说去年毛连续批评警卫工作神秘化,脱离群众,警卫调派方法改了,以后多依靠各省市的警卫力量。 这次男行,一中队只出来十几个人,警卫处只派了一个人,其余就是秘书,卫氏和我了。 这时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一路上谈话,讲的都是反右派问题。 毛不像在北京时的消沉,显得精神高昂,语言有力。 毛在那期间跟我谈的许多话。 直至今日,游仍在我耳边回响。 毛说,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 可以用三句话说明。 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 老子指的是李尔,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难。 第二是退避三社。 这是晋文公众尔的办法。 我们原来共事。 对我有过帮助。 现在打起来了。 你打,我先不还手。 不但不还手。 还要退兵三十里。 让你以为得计。 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的面貌。 三世来而不枉非离也。 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这是孔老夫子的话。 既然你打来了。 我让了你,你还打。 那么我也就动手了。 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 原来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 右派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 现在大家明白了。 什么右派呀,就是反革命派。 我说不要叫反革命。 不好听,戴上反革命帽子也不好看,就叫右派吧。 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 我们还是老办法。 一个不杀,一开杀戒。 类似的就都要杀掉。 就没有界限了。 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 王十卫向党进攻。 写一篇文章叫后来一查。 他是托派分子特务,就是这样, 我也说不要杀。 胡宗南进攻延安。 我们从延安撤退。 是保安机关将王十卫杀了。 报告我说,怕他跑,所以杀了。 我还批评他们不对。 第二条是大部分不捉, 这也是延安时定下来的。 除非不捉不足以平民分, 不能捉起来。 他们是劳动力, 捉起来养着,浪费劳动力。 他干不了领导。 干不了这项工作了有可以劳动, 还有生产价值。 这条办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办的。 所谓没关。 就是给公减劳动。 第三条是就地改造。 这条在延安时没有明确说明。 可却也这样做的。 现在明确提出。 这么多右派怎么集中得了。 在你这单位出的右派, 就在你这单位里改造。 大家都清楚他的言行。 可以听其言。 观其行, 在大家的监督下, 把他改革好。 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他接受改造, 很好。 不接受改造, 也只有带着花岗岩脑子到死。 他不接受改造, 有什么办法? 我看这样的是极少数。 我常说, 人是可以改造的。 你看, 牛并不是天生下来给人耕田用的和给人挤奶用的。 马也不是天生下来给人骑的。 还不是野牛野马。 经过人的一手改造, 牛可以耕田挤奶, 马可以骑了。 人难道不能改造? 我也常说, 反革命也好。 特务也好, 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 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 他怎么能当反革命、 特务、 右派? 为什么不改革他一下, 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 王石卫是抗日战争前, 在上海的作家。 抗日战争后去延安。 他看到每个星期六晚上有舞会, 有时还给。 手掌眼睛聚。 很不满意, 特别是前方将士流血。 后方歌舞升平, 于是写了加以评论。 其中有。 五回金莲部, 歌传玉唐春讥讽这种状况。 因此而被捕。 王本身不是脱派反革命特务。 现在已经完全平凡。 和毛谈这席话许多年后。 我读了, 我这才知道王的批评全是事实。 王批评的也正是我栖身中南海内旁观多年的腐败现象。 我恍然了物党早在延安时期开始便步步走向堕落。 我们先去山东济南, 然后到上海。 上海市长柯庆施负责接待我们。 毛对我讲。 在中国共产党内, 亲眼看见过列宁的就是柯老一个人。 那时他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 看见了列宁。 柯老说,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可见, 领袖在人的心目中, 所能唤起的力量。 到上海后, 住在护西一座大理石楼。 据说这原是一个叫哈同的犹太人的房子。 一般叫做大理石楼或铜顶楼。 草地很大, 有不少树木。 但毛不喜欢这里。 想搬回专列上住。 由上海市长柯庆施一再挽留财住下。 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 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 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已正式展开。 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正在高潮。 柯庆施安排毛看了工厂的大字报。 会见了上海市的党政军干部, 讲了话。 又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一些文艺界的左派。 人士, 包括小说家巴金。 演员赵丹和他妻子黄宗英, 还有女演员秦怡。 毛发洞进攻时, 迅如闪电, 不及掩耳。 我们旋即离开上海, 到以西湖驰名的杭州。 我们住在刘庄。 刘庄, 原主人是安徽籍大茶商。 1960年, 浙江省为了使毛住的更舒服, 将原住厅堂拆掉。 改建成豪华的现代住所, 修好暖气设备。 真是金碧辉煌, 豪华壮丽。 刘庄在西湖湖叉中。 是典型的江南园林。 既优美又安静, 比起北京的颐和园, 更胜一筹。 庄中建筑散落在池塘水流间, 有典雅拱桥相连。 每次震雨过后, 小堂中可以捉到很多连鱼。 拿到厨房, 厨师做成西湖醋鱼, 味道鲜美。 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 马林科夫、 莫洛托夫反党事件后。 这时苏共派米高阳秘密来中国向中共通报情况。 米高阳一行人到了杭州, 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发展计划。 毛要我去见见米高阳。 米高阳个子不高。 体型适中, 贝威陀, 看上去大约已经有60岁左右了。 他主要的症状是大关节疼痛。 主要在背, 腰和大腿关节。 在苏联治疗很久, 不见效。 他听说中国的针灸治疗很有效。 特意问我能不能给他施治。 我说可以用针灸方法治疗试试看。 因为他还要到北京。 我给他介绍一位很好的针灸大夫孙振嬛。 可以用针灸同时服用中药治治看。 然后他请我喝福特加。 我推辞了, 因为我不喝酒。 我要了一杯茶。 米高阳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 他说, 在苏联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多次。 有一位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长, 得了辐射病死亡。 我对米高阳说。 我是医生, 对原子弹毫无研究。 不过从医生道德来说, 原子弹和任何其他杀人武器一样, 都应该加以反对。 回到刘庄, 我将米高阳的病和他的这段谈话, 告诉了毛。 米高阳同我说, 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 他们的原子弹散可以庇护我们。 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 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 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 怕我们得罪美国。 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 也不怕得罪哪个。 我们是搞定原子弹了。 我常说, 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 谁也不要想限制。 控制, 吓唬我们, 你控制, 我就反控制。 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对毛来说, 原子弹炸死一千万。 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 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毛也许为亲自下令处死那些右派, 就像王十位一样。 但他也不曾出面制止这些暴行。 毛在杭州做了另一次的讲话。 几天后, 我们便由杭州城专列到了南京。 我们住在中山林附近。 原属于国民党宋子文的一座别墅。 这时已是六月, 天气很热。 室温一般在摄氏四十度。 毛不怕热, 他的卫室每天在他卧室里放上大冰桶。 毛又对反右派运动说了不少意见。 我总是边听边冒着大汗。 外面的政治风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参考资料。 上满市声讨, 批判右派的报道和评论。 毛读了很多。 毛这阵子睡得更少。 所以闲谈的时间也多, 但他精神一发振奋。 我不在时, 林克跟毛接触最多。 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 林的看法,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 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 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 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 邓曾在八大会议召开期间, 叫毛休息, 毛十分震怒。 但毛所指示的小脚女人, 领导中, 并不包括邓。 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 风声鹤唳, 人人胆颤心惊。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 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 那么文化大革命, 一定会提早十年。 在1957年, 而不是1966年发生。 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 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 目标是反冒进。 的那些领导。 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 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 毛万万没有想到, 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 攻击的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 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 党内领导人人自危。 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有意见。 1956年底开始的半年内, 毛号召给党提意见。 到1957年一。 2月以后,毛又提出大名大放。 也就是随意给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 原来毛认为共产党整风, 自己整,整不好。 各领导人在害怕毛的愤怒和右派人士的批评之下。 转而支持后来的大跃进。 毛仍在考验这些党领导。 毛此时正设法夺回政权。 重整旗鼓,准备稍后再做出击。 在这期间,毛想在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 但江苏省委书记江卫青觉得南京太热。 建议在青岛召开。 毛本来想成专列去青岛。 但是太热了,大家都劝他乘飞机。 毛同意了。 空军副参谋长何亭一带两架一尔十四来到南京。 大家分成这两架飞机到济南。 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 毛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 青岛的七月却是清爽宜人。 从南京大火炉到了这里,真是别有洞天了。 青岛地处牢山余脉。 全市街道,高高下下。 室内整洁,房屋都是德国式的。 郊外到海滨,错错落落的一座座别墅。 红瓦红砖墙,点缀在秘密丛丛的绿色树林中。 毛住在原德国总督府改建成的迎宾馆。 这是一座地堡样的德国式建筑。 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青岛市。 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水族馆,毛去参观过。 毛乘车到山东大学内转了一趟。 这个大学就是江青吹嘘他在三十年代时。 旁听过梁石秋讲课的所在。 又参观了青岛四方火车机车制造厂。 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制造火车头的工厂。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工厂。 毛在青岛的警卫仍如往昔森严。 每次秘密出外参观。 由于警卫众多,往往引起居民的好奇。 青岛的许多街道则进行车辆和行人。 1957年7月17日于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 议程前后数日。 会中的讨论集中在反击右派和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两大方面。 人民日报刊出毛的一文。 毛主张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毛的理论其实矛盾百出。 从领导议员化谈到民主政治。 教条主义到自由民主。 意识形态统一到个人意志。 毛的理想是要从1953年开始。 在40到50年内。 超过英美先进国家。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理念正在毛心中滋长。 我在毛奢华的恭维天地中。 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 那些激烈的批判,斗争离我十分遥远。 我完全与世隔绝。 毛的几次闲谈似乎也没有带给我任何真实感。 我只能模糊感受到毛话中的深意。 我在青岛正位政治以外的事搞得焦头烂额。 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需要转地的话。 我还为了说要把你感受到全面前的双方的肢身中。 我还为了对你感じ一切丏笔了。 我还为了带我持续爱顶重音量。